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網路上 又有一件類似於 巴海鐵鏈女的消息流傳開來的 前天一位到貴州某村莊旅遊的女子 途中看到另一位女子 被一群村民拉入男方家中 女孩哭著表示不想留在這裡 並且向朋友發訊息求助 那這名旅遊的女子 還被村民威脅說 你繼續留在這 我連你也想走 不出意外的 沒有出意外 當地的公安局回應 這是雙方你情我願 是訂婚之夜啊 大喜之日 這種搶女人啊 是當地的習俗啊 求救也是一個習俗啦 連所謂被搶親的女子 也出來嗆該旅遊的女子啊 說你根本是在造謠啊 這是我們當地的習俗 這劇本怎麼感覺有點熟悉啊 彭帥當年出來曝光 跟前中共總理的關係之後啊 沒多久彭帥自己就說啊 我自己造謠啦 沒有這件事情啊 大家要鼓勵勞揚吧 這個 我們這邊已經跟那兩個當事人都合適了 你們兩個當事人都是我們這裡混村的 在出戀人關係 昨天晚上剛好是他們結婚的時間 那是他誤會我了呀 問題是他發這些東西 他又沒有去了解清楚 而且我們這邊的風俗習慣 他又不了解 他說那些是假的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名旅遊女子在小紅書上曝光的內容 昨天晚上快10點我在村裡廣場上跳舞 看到一群男的拉扯一個女孩子搶了 就走 很多人慌呼 我就跑過去湊個熱鬧 聽人家說這是搶親 一開始我還挺高興的 趕上這麼正宗的風俗 他們走得很快 我一路小跑步才跟上 走了很遠 越走越黑 越來越往山裡走 哦我沒顧上海吧 只覺得激動 因為第一次看到搶親嘛 然後就到這個男的家裡 我進去 第一次看到被搶的女孩 他在哭 我走進問 你想待在這嗎 他已經說不動話了 一直在搖頭 我才意識到 他是不願意的情況下 一路被他們拉到這 就宣布要成為這個男的妻子 他還在哭著 給朋友發消息求救 微信上 切了好幾個人的聊天頁面 我看到朋友回覆 怎麼辦 小姨知道嗎 他們都很無助 這個時候 然後我是屋裡唯一的同齡女子 也是唯一和這個村子沒關係的人 我想把這些男的趕出去 讓我單獨和這個女孩待著 他們讓我別都管閒事 這是風俗 一個男的還開始威脅我 你繼續待在這 我天天也搶走 然後真的有一個男子 就開始在拉我 我大聲說 我說漢族 我不遵守你們的風俗 他們還嬉皮笑臉 我關你什麼族 我說我結婚了 他們說二婚也行 後來一個苗族人拉著我 說你不了解我們這的風俗 說他哥哥有殘疾 也是這麼結婚的 那個女孩 第一次被搶報警了 對方只去警局待了兩個小時 因為這是風俗 後來搶了第二次 又報警了 第三次又有人開始勸 別拒絕了 嫁過去還有口飯吃呢 來這是不是搶了嗎 這是不是搶了嗎 你嫁給我就好 管你我多不願意啊 你報警一次兩次三次沒有用啦 你嫁來我這 你起碼還有飯吃 你還有錢啊 我還給你生活費了 這不是搶這是什麼 他們繼續威脅我 我被趕走了 回到飯店的路上 我看到那群家人放起了 洋花通漢的小孩說 這是風俗 搶到了親就要放煙花 全村的人都可以去吃喜 所以為什麼全村的人都是幫兇 因為有免費的餐可以吃 我沒辦法就像那個女孩 我只好自己跑出來 我還把這個錄音錄了二十幾分鐘 如果真的被人家搶走 我就要活在大山二十幾年 抱歉大家 這是我第一次求救 也是我至今為止 遇到最可怕的事 我們盡量把這件事情鬧到大 讓他們知道自己很丟人 也知道外面的世界 而且沒有人認可他們所謂的風俗 風俗或是習俗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你不能侵害他人的權益 你不能違背別人的自由意志 違背了這個就不叫做風俗 這個叫做漏俗 惡俗漏俗要改的 不是說古人做了以前的事情 然後因為大家都有利益可以分嘛 可能過個幾百年 你都覺得這件事情就是習俗 你就把它默許 實在是它是對的 它本來就不是對 它本來就是錯的 或許在戰亂年代 什麼那種幾百年的原始人 年代大家都是爬帶爬帶 你做這件事情 那算了 畢竟是那個年代 現在這個年代 你還缺什麼 如果你還缺什麼的話 去找你中共拿 全面脫貧的 脫貧在哪 沒有辦法讓我脫貧 你讓我要被搶婚 找中共 看完以上的這些啊 我們再看中共的快速屁謠 連被搶親的女子 自己都出來幫男方說話了 我們先假使這是真的 到底 那你到底是在求助個屁啊 這些人都不是演員嗎 被搶婚那個女子 也不是演員嗎 我問你 你看出一個人很恐懼 很難嗎 這個沒有很難耶 這個是每個動物 都有的共情能力 今天即便是一個人在哭 連貓跟狗都可以 感覺到人有沒有在傷心 你自己有養寵物就懂 連寵物都懂 你人與人 你不懂 你看不出來 我們接著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影片 大家好 這是我新的回應視頻 可能已經有人看到了奇魯晚報的報導 我截圖了 左邊這一張是我昨天拍攝的女孩的背影 右邊這一張是發表在奇魯晚報上的 聲稱女孩在26日上午的照片 可能這樣子看不是很清楚 我把兩張照片女孩的頭部截了圖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直觀地感受一下 在我的照片裡 女孩是黃色的頭髮 但今天 奇魯晚報發布的所謂回應 女孩已經變成了黑色頭髮 那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 她昨天連夜去染了頭髮 我們姑且認為 這天報導採訪到的 的確是女孩本人 她的確是昨天晚上連夜染了頭髮 我們現在 假設他們是認識的 是雙方同意的 那我遭遇的又算什麼呢 我接下來放肚的是我在現場提供的錄音 在聽完這段錄音後 你可以直觀地感受到 當地的村民是 多麼的荒蠻的狀態 他們可以直接說出來 把你也搶走這種話 而且不管你願不願意 這是我一個普通女性遭遇到的 我是一個遊客 我和他們根本不認識 我不是苗族人 我只是一個漢族人 我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而且雖然我寒心的 其實不是我在當天 所遭受到的對待 因為我一直沒有公佈村莊的名字 我覺得很多人 受限於他們的受教育程度 有一些落後的認知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今天得到政府 會對這件事情 做出調查的承諾後 我就出去吃飯了 然後自所買的一袋子芒果 但我的芒果還沒有吃完 然後我就跑回來再錄這個視頻 是因為我發現 當地政府的態度是 漠視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他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在回應裡 他們也提到那個女孩 和那個男性認識 所以這樣子OK 然後他們也不覺得 那個男性威脅了我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在此 會公佈出這個村子的名字 百倍村 如果你是一個像我一樣的遊客 那你接下來 如果去到這個村子裡 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是他們的風俗 風俗 沒有什麼不對的 我之前我哥哥搶了 少這個時候 我少這個報警 沒有什麼 沒有 我我我哥去 警察公安局裡面 發了兩個小說 這是風俗 每年過節的時候 現在還搶的啥味 過年的時候搶的更多 看完這段影片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什麼好洗地的 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在中國什麼都可以洗啦 當一個絕對弱勢的人 被絕對強勢的人逼迫 即便今天有外援來時 你可能也會因為恐懼 因為害怕 甚至有漏票在手上 或是有什麼把柄 而拒絕幫忙 甚至反過來抹黑這個外援 是在抹黑我們的關係 這種情況 你們宮廷劇也是演太多了 你們這個中國的新聞 也是常常在上演這種事情啦 黑的變白白的又變黑 這也是人性嘛 你看那個董吉村的鐵獵女就知道 在那邊都多少年了 二十幾年了吧 八胎耶 八胎這還是成功生下來了 全村都知道 即便是有女性的村民 知道這件事 看到鐵獵女的存在 他們也是默許這件事情的存在 即便自己可能也是被拐賣給來的 那麼多弱勢 那麼多弱勢 他們都是受到這種傷害 他們不可能團結在一起 因為都是強勢的人 而沒有強勢的人 出來願意幫忙 這個村的鐵獵女 只是其中一個被曝光的 而這件事情被曝光後 中共沒有嚴查其他被拐賣的父母 也是一刀切的指鹿為馬 去處理這個鐵獵女的事情 最後還把全村給特色管理起來 今年年初不是有個律師 要去探望鐵獵女嗎 結果啊 一群村幹部跟公安阻擋 這網路上都有影片為證 難怪一堆小粉紅天天在藝營說什麼 要打台灣啊 搶台妹啊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之前有個浙江的小粉紅 應該是前幾年啊 跟我連線的時候也說 如果他喜歡的女生 不認為是他女朋友的話 那他就搶過來吧 我不知道你現在搶到了沒啦 這不是幹話 中國只有北上廣深那種高樓大廈 或是這樣的價值觀嗎 拐賣啊 科技與狠活啊 城管農館 七三拍了 長拆上訪被解訪 爛尾樓抗議啊 銀行的錢不見了 這也是中國啊 這個比例的基數 可是比北上廣深更大 但為什麼大家只能看到北上廣深 因為這些可以代表中國最大的面子 而這也是中國宣傳的樣板城市 但粉紅看不到 即便是看到了也不願意說出來 因為你總想有一天 也可以讓別人買到爛尾樓 最好是自己討厭的人買到爛尾樓 說出來 是給你這個集中體的理想的祖國抹黑 遇到城管農館欺負我 我不怕我未來十年啊 苦毒寒窗啊 我都沒關係 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 哪怕我當上一個小官 我當上村幹部就好了 我就可以治你們了 我甚至可以去把 你們以前在我身上殺的氣 我殺給我下一代的人 科技與狠活 每天吃一點總是吃不死的嘛 不用怕我未來開餐廳也是要搞這樣 因為這樣才能賺到更多的利潤嘛 拐賣也不是問題 因為我也想買一個 當然連粉紅自己都適而不見 甚至看不到這些問題了 更換是舔共的台灣人 今天哪怕台灣出一個鐵鍊女 都是荒唐至極的事情 那在中國可以被洗成這樣子了 你又說這次貴州所謂的搶庭 又能如何呢 台灣也可以被你中共說成是你的對吧 即便我們多數人是不願意的 今天這個女的假使 她真的就是這樣被逼婚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看下來的證據就是嘛 不管你說是不是習俗啊 就是逼婚嘛 是習俗也是被逼的嘛 不管是父母的媒妁之言或是家裡欠債被逼的 總之這個女的就是不想跟這個男的結婚成婚嘛 但現在沒辦法嘛 全村的人連公安都在幫這個男的 你搞不好出來曝光說不願意 你說不定就A死了 好那我們假設是這樣 那請問這件事情曝光之後得到很多網路的聲援 但你認為中共或是當地的公安 甚至村長縣長會讓這件事情被曝光 或是讓這件事情他們也認為是不合理的嗎 結婚放煙火啊小孩子看著覺得好棒啊 還有全村有肉吃啊有這個 喜鹽可以蓋啊吃飽喝足啦 隔壁那個女孩也很漂亮哦長大也要搶娶她 她能不喜歡這件事情嗎 女生在你那個地方就是弱勢 她能怎麼幫自己發聲呢 而說不定那些公安啊村長啊縣長他們老婆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出來洗白這件事哦這是風俗 中共十幾二十年前就開始整治什麼什麼疑風疑俗啊疑風異俗哦 改掉漏喜你這個漏喜怎麼不改呢 因為你改掉的都是善良風俗的習俗嘛 這種習俗你不去改它嘛 因為它會彰顯人性的惡 有人性的惡中共就更好管理 芒山這部電影就是這樣演的嘛 全村的這個地區啊 連村幹部官員工官都是站在搶親的那一方 也認為這是當地的習俗沒什麼不對 我只能說啊不是所有的習俗都需要傳承的 幾百年前幾千年前那種價值觀原始人在搶老婆的 現在2023年了你們的習俗還是如此嗎 你們還裹小腳嗎 如果你們是也不能強迫已經接受2023年現代思維的人 去接受你們那種啊所謂的習俗吧 而他還是身在其中的事主之一呢 當然小粉紅可以繼續為這件事情去洗地 沒有問題的鐵拳終有一天會到來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小小姐姐姐拜